好,我們今天來做一些簡單的題目 兩個完全一樣的杯子都裝有冰塊跟水的混合 用黑紙包跟白紙包,請問你誰融化比較快 這兩個答案是一樣的 一個是裝熱水,看誰的水溫降的比較快 一個是裝冰塊,看誰的冰塊融化比較快 這兩個答案是一樣的,因為原因是一樣的 黑色容易吸收,不熱熱也容易放出輻射熱 所以高溫就放出,低溫就吸收 那麼它現在是冰塊,所以是低溫先吸收 黑色容易吸收,所以吸收比較多 所以它融化比較快,所以答案選A 改成裝熱水的時候也是黑色容易放掉 所以黑色降溫比較快,所以兩個答案是一樣 雖然一個是冰塊,一個是熱水,但答案是一樣的 答案是一樣的 好 那這個咧? 這個咧? 誰降溫快? 一樣 跟剛才考的問題基本上想法是一樣的 應該要找男生了吧 尾重文 你送上 A 請坐 就是黑色的容易吸熱,容易放熱 所以呢,黑色的降溫快,黑色的升溫快 黑色的升溫快 OK 這個,以前的考題 這以前的聯考題類似 只是把它一些相反而已 請問你溢柱如何移動? 現在沒有動是因為左邊的壓力跟右邊壓力平衡 所以不動 如果右邊壓力大,它就會推向左邊 如果左邊壓力大,它就會推向右邊 基本上在同樣的體積的情況下 氣體的溫度如果越高,壓力就會越大 就是這個意思 體積一樣的時候,溫度比較高的壓力比較大 那所以,請問你這個會往哪邊移動? 會往哪邊移動? 簡單小問題 簡單小問題 我想要找女生 這個女生嗎? 這個女生不在 這個人已經不見了 謝偉珍 B 你做 答案選的是 因為黑色容易吸熱 所以黑色溫度比較高 所以壓力比較大 左邊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就把東西推到右邊去 所以答案選向右 就這樣 這就是有關於 所謂的一些 跟傳導對流輻射有關的問題 有關的問題 就很簡單 把一些觀念技術就可以了 OK 有人有問題嗎? 沒有 很好 我們抵抗